1983年的1月26日 吉林省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会 说这场展览特殊呢 是因为这一次展览会 仅仅只展出一件书法作品 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书法呢 那竟然受到如此的礼遇 如此的重视啊 这件书法它就是北宋文豪 苏东坡的洞庭春色 和这个中山松劳富的书法长卷 又简称呢苏氏二富 苏氏二富之所以珍贵 主要呢有一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苏东坡 他不仅是文学家 而且呢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 他是北宋这个上亿书法的一个杰出代表 也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 但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 真正的苏东坡的传世书法真迹啊 那是少之又少 所以呢目前能够流传到今天的 苏东坡的这个书法真迹啊 那可以说渐渐都是国宝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这个苏氏二富啊 他重28.3厘米 宽呢是306.3厘米 全篇一共有684个字 是苏东坡传世末记中 字数最多 这个篇幅也是最长的 一件书法作品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在这个1924年 苏氏二富被这个溥仪啊 偷盗出宫 那么已经消失了 可以说半个多世纪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啊 这件作品就如石沉大海 是遥无音信 那一致于啊 文博界的人士都认为啊 这件作品 那早就不在世间了 那现在呢 他的失而复得 确实啊 给这个文博界文化界 那都带来了惊喜 那么听到苏氏二富 又重新现身的消息啊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 徐邦达和这个刘久安 专程赶到了吉林省博物馆 经过这两位专家的 仔细的研讨鉴定 那最后一直认为 这个苏氏二富 那就是苏东坡的 传世书法真记 那么肯定它是一件 国宝级的书法作品 那么苏氏二富 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呢 那么他要是如何 闯关东 来到了吉林的呢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苏氏二富的这个创作背景 以及呢 他的流传情况 天若不爱酒 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应无酒全 这句诗啊 是这个著名的唐朝大诗人李白的 一句永久的名诗 唐朝大诗人李白 一生爱饮酒 爱邪酒 他一生啊飘飘欲仙 酒后啊 往往是家作品出 所以后人就送了他一个雅号 称他为诗仙 在中国文学史上 除了李白被尊称为诗仙以外 那还有一位文学家被尊称为仙 那他就是北宋的文豪苏东坡了 这个苏东坡啊 被后世被文学界尊称为是坡仙 他和李白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 最耀眼的双子星座 那据统计啊 苏东坡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文章有四千多篇 这个诗歌呢有两千七百多首 词有三百多首 留下的书信也有一千七百多封 那么在这么多作品中啊 有很多都是在谈酿酒 品酒以及呢和这个酒有关的义文去世 说到喝酒 苏东坡常常给朋友们讲述啊 他祖父的一些义文去世 据苏东坡讲述 祖父苏旭这个人啊 一声爱酒 他经常邀请亲朋好友是席地而坐 一边喝酒 一边呢摆龙门阵 喝到高兴的时候 往往是首舞足蹈 是在歌在舞 苏东坡的祖父 酒量大 喜欢喝酒 那按常理来推断 那苏东坡应该也有相当的酒量 但是遗憾的是呢 苏东坡并没有从他祖父身上 得到这个遗传基因 这个东坡说啊 无少年望见酒斩而醉 那也就是啊 看见酒杯就醉了 虽然说的这些话呢有些夸张 但是足可以说明 这个苏东坡在少年时机 确实不能喝酒 长大成人以后 尤其是做官以后 应酬越来越多 那么苏东坡也尝试着去喝酒 但是呢 他的酒量一直没有什么增长 东坡曾经自嘲 他说 于饮酒终日 不过五格 天下之不能饮 无在于下之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在这句话中啊 这个盒子在这里读格的音 是古代的一种容量单位 大概相当于啊 这个一生的十分之一 在宋朝的时候啊 还没有出现这个 蒸馏的白酒 当时的酒的度数啊 特别低 东坡所说的这个五格呢 大概也就相当于啊 今天一瓶啤酒的 这样一个酒量 所以苏东坡自嘲啊 他就说啊 那天底下再也找不到 比我酒量小的人了 接着呢 东坡话风又一转 他又非常自信地说 天下之好饮 亦无在于上之 那东坡什么意思啊 他说 虽然我自己没有酒量 但是在天底下 再找不到 比我喜欢喝酒的人了 东坡的老师欧阳修啊 有一句名言 也就是 常说的这个 醉翁之意 不在酒 这大概就得于饮酒以后啊 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这种飘欲仙的感觉